记得开启cc字幕体验完整干话 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三弟 别忘记订阅三弟下方点个赞 动画 我推的孩子 这部刚开始就有胃痛的情况 重点其实是爱的孩子 前面算是铺成叙述一个精彩故事的起源 故事开头五郎医生是爱的粉丝 爱因身体不适停止演艺生活 停止的原因就是爱怀孕 刚好来产检医生刚好是五郎 产检后发现爱怀上的是双胞胎 爱不知医生是他的粉丝 医生成为爱粉丝的由来 是因为一个女孩沙利奈 爱本来沙利奈的单推粉丝 但这女孩因病去世 五郎为了弥补遗憾 就开始成为爱的粉丝 没有家人的爱很憧憬拥有家人 孩子要生偶像也要做 但不会公开 所谓偶像就是通过名为谎言的魔法 才能绽放光彩的生物 谎言可是一种特别的爱 偶像就是通过一层又一层谎言叠加 无论再怎么痛苦都得在舞台上看似幸福的歌唱 是个很开心的工作 偶像也是人不可能没有心和自己的人生 所以身为母亲的幸福与偶像的幸福 一般只能拥有一个但我很贪心 我全都要 爱果然是一个真正的偶像 但医生在爱生产前被神秘人人刺杀 所以转生成爱的儿子阿奎亚 而沙利奈则是转生为爱的女儿露比 两人都有前世的记忆 偶像是不能有小孩的 被人知道偶像生涯就会结束 爱恢复偶像活动 杀人凶手也在看 那个凶手也是爱的粉丝 但那是扭曲的爱异常狂热 社长指派自己的妻子金子照顾爱的小孩 但金子不但不满还想找证据给勾仔 兄妹俩用演技使金子听自己的话 爱的演出两个婴儿要金子带他们去看 结果两个婴儿应援太给力 偶像宅婴儿成了热门焦点 等到可走路后阿奎亚被导演看上 要上台演出但妹妹想回去 那个自以为是的童心小女孩 由马加奈出现 但实际演出后 导演还是比较满意阿奎亚 看到阿奎亚的演出 由马加奈也看得目瞪口呆是自己输了 爱被粉丝用刀子刺向爱的肚子 这名粉丝认为自己的感情被欺骗 爱自己知道自己时的大骗子 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力让谎言 有变成真实的一天 就这样爱去世 两位小孩的偶像道路正要开始 其实内容都蛮黑的 仔细看就会发现复仇 扭曲的爱 职场黑暗其实在这部多看得到 女生当偶像就是要纯洁无瑕 充分说明人内心的黑暗面 真的非常写实 XD算是给观众一种另类的视觉的震撼吧 偷打一下广告 一杯饮料就能帮3D补血 加入会员一个月只要30元 如果觉得加入会员太麻烦 也可以直接下方喂食 这部由漫画改编 作者其中一个好像是灰叶鸡的作者 在乡下工作的妇产科医生的主角 他的本命偶像星野爱出现在了他身边 主角惊恶地发现他身怀双胞胎 主角决定直面爱的妊娠 但在爱分娩前被人杀害 再次张开眼睛 发现自己变成了爱的孩子 嗯 当初看漫画 也是这样莫名看过头 奇妙的吸引力 明明偶像这种题材 要吸引人很有限 可能是因为他的暗黑题材太过新颖了 才不是那种宅宅像的学员偶像剧情 但我记得漫画人气并不到巨人 鬼灭的等级 但第一季动画太可怕了 我推的孩子作画品质和叙事节奏 未免也做得太好了 短短几目就带出演艺圈和偶像行业的种种问题 很难不为此感到共鸣和沉重 鲜明的角色背后却隐藏沉重的真实故事 整部对于角色上的心理描写真的非常细腻 气氛情绪的铺垫看得非常的投入 回过神来90分钟已经过去了 大部分的动画一集大约20多分计算的话 大概是四集的分量 是整个故事的序章 然后本以为是主角之一的偶像爱就这样领便当了 不过 如果是分割成一集一集播放的话 可能最开始的几集会以为只是普通的转生饭 很难吸引人的眼球 所以才这样安排的吧 不过这安排个人觉得不错 后面剧情应该会聚焦在演艺圈的黑暗面 跟照生父两个主题上吧 看到一半可能有人会觉得有点闷 二个转生死小孩 如果分割放松的话 搞不好会有人气翻 很多时候怀孕会影响到身材和长相 看过不少女生怀孕后整张脸大了一圈 要不然就是生育后皮肤变松弛 只能说小爱太厉害 生孩子几乎瞒过了所有粉丝 之后又继续重操就业 接下来就是一些演艺圈里的事 看到中间其实有点闷 医生跟年轻女病患转生成小爱孩子这部分 没给我太多感觉 看住二个小婴儿喋喋不休 总觉得有些违和 经纪人太太还被二个小鬼虎的一棱一棱的笑 然后就吓到了 刺杀偶像这种事在现实也发生过 不过毕竟不会有当下的影片或照片公诸于事 大家都只是看新闻得知 本作动画把那个场景呈现得非常震撼 高桥李懿的配音也是无懈可击 我想有追这部的人看到这里应该都会在心里躺写吧 3D觉得第一集真的是顶中顶阿 不愧是动画攻防的最高规格 漫画里的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名场面都100%还原 甚至强化了 李懿的声音配爱也超合适 这活脱脱就是爱本人啊 漫画里已经被吐槽惯的香菇 动画的呈现也超美 眼睛里随时都有星空的感觉 应该是目前最顶级的一部 除了那个恶心到不行的眼睛之外 个人意见 其他真的都是顶级的 剧情就是说男主跟病人转生成女主小孩 最后女主死了 男主要报仇 第一集内容就这么大量 真的蛮有料的 只是看完也蛮累的 这部由漫画改编 作者其中一个好像是灰叶鸡的作者 在乡下工作的妇产科医生的主角 他的本命偶像星野爱出现在了他身边 主角惊愕地发现他身怀双胞胎 主角决定直面爱的认身 但在爱分娩前被人杀害 再次张开眼睛 发现自己变成了爱的孩子 嗯 当初看漫画 也是这样莫名看过头 奇妙的吸引力 明明偶像这种题材 要吸引人很有限 可能是因为他的暗黑题材太过新颖了 才不是那种宅宅像的学员偶像剧情 但我记得漫画人气并不到巨人 鬼魅的等级 但第一季动画太可怕了 这次人气会出圈吗 欢迎底下留言告诉我 不过毕小厅作为量产型偶像团体 虽然很受欢迎 但现实中还是有不少人对他们没有兴趣 真正被记住的歌可能不超过十部 真残酷的现实 赤板写完灰液后 已改为专注剧本 他没有多产作家的能力 但写剧情还是有水准 M速成子弹这部虽然很冷门 但他的胃痛剧情真的超神 同样也结束得很急 当时就有说法指因为他要写灰液几 现在他只有我推这部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了 作为成功的改编作品 尤其是漫画改编失败的就是直接漫画分进班上 而成功的就是像孤独摇滚啊 我推这种 你要能够在适当的地方补足漫画缺少的细节 而这点我推做到了 不过也不意外了 动画攻防作品本来就很常需要自己写了 毕竟以往接手费蒙作居多 而这次我不清楚是找涉外还涉内 总之以改编来说很优秀 前面应该都是看过漫画 不会惊讶的剧情 后半极其优秀 补了不少细节之类的 不过应该归功于演出就是了 而整部的剧本最大的改变 大概就是砍掉原作的穿插吧 谁会想在90分里一直看穿插 看现在时间线的人物似舌而飞的台词 我认为是很好的改动 专心做过剧片就对了 彩蛋 漫画的话单行本目前到第11集 应该故事快结局了吧 大概12或13 而个人觉得漫画或动画 不把故事讲到结局的话会有点可惜 那今天先分享到这里 喜欢这部内容记得在下方点个赞 别忘记订阅3D并开启小铃铛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是3D 我们下次见掰